GV也有在意麥棒球帽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外面可以参考一下有M跟S的尺寸 我们其实除了棒球帽之外还有拖鞋 所以外面有一些意麥品大家可以参考 那接下来就是成果报告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有空格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待会听一听 你觉得也想要分享一下今天 或者是未来你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填一下空格 原来我们五点前会结束 那第一个提案也是有点缓冲 就是邱宗涵这边要请大家来帮忙填一个会后的问卷 有点像活动问卷 那这一次的黑客中还是感谢今天有来协助的大宗志工们 那包含直播认详组织是短讲的时候TED 报道部分有三位 Done跟Armos还有Peter 那新手导演团也是Armos的协助 摄影的话有三位 其实四位是不是就是云安 雨晨还有HUGH 我忘记怎么发音 Hugh OK OK Hugh 然后还有Oliver 那昨天晚上的松前哈拉 礼拜五晚上是Peter的主持 那这边场域也有一位淑贞有协助我们 所以我们这边掌声感谢他们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右手边就是每一次的大宗 大家的贡献跟协助我们都会把它记录起来 也包含下面的这些单位们 不是可能是法人的机构或者专案 像今天的赞助单位是V台湾的社群 另外我们还是再次感谢定期定额的捐款者名单 目前有84位 不管是小孩捐款还是定期定额的数字 就是大家其实是极力来有一个比较相对稳定一点的金流 来做比较中长级的活动规划 那如果你也在有评估说在年末捐款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个GNV的定期定额捐款 短网址是GNV.cafe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捐款的金额 那这个捐款当然就支持三个面向 第一个还是像今天大家用到的HackMD的文件 包含说有一些延伸的还是需要付费的部分 我们还是用这个捐款来支持 那第二个是有常态型的两个月一次黑客松 我想或许很多单位会办黑客松 但是有一搭没一搭 或者说它有它的方向 它有它的题目设定 但总是有一个GNV的黑客松在这里 两个月一次你可以很自主的来提案 只要是符合Open Source的精神 公民科技的精神 都可以在这边去酝酿出这些想法 那或许到一个程度也可以再接续 其他单位的一个活动 蛮多的案例跟专案行动都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 期待大家来支持的部分 那如果也好奇说像今天下午短讲 那个Aaron有提到过去十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也有在整理一个叫做GNV Database 就是历年的专案们 那我们专案也特别是除了提案之外 它也做到了一个算是可以demo 或者是阶段型任务完成的阶段 那这边都有一些清单跟列表 那里面当然你可以找到它的Github 它的官网或者现在还运作中的网站服务等等 那如果你是想要从SDG的角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跟教育类专案 或者永续发展的专案 我们也用人工的tagging方式 把它做一些tagging 就方便大家如果特别要找 例如说跟新闻讯息媒体试读相关的专案 这其实是SDG里面没有这个类别 但是我们看到蛮多像Cofax的专案 或者之前的很多新闻的专案 都有这样的特性 我们就人工把它标记起来 所以也包含像是民主制度的这个变革 政治现金这样的专案 其实在SDG里面是没有什么想象的 所以我们还是多了三种种类 来去把它标记出来 那或者说我们就更聚焦 你现在想要了解 过去我们GDP社群们 针对立法院做过什么专案 针对监察院 司法院 行政院 县市政府 一样也是用标签 我们目前还是用这个单页式的文件来整理 不过已经有一个雏形架构 所以过去立法院做过的事情 跟像今天还有十大好球 我就想到以前IFVOD的时代 那个时候也是有点类似 甚至还可以丢球 我记得那个UI界面是可以丢球 就是觉得讲得好还是讲得不好 那待会可以听听看现在的想法 好 那我们就帮忙宣传一下 不过待会国会中也会宣传 就是我们最近GDP 包含GDP也参与在一个推动上 就是把国会的议题继续把它深化 那有包含国会中的活动 系列的讯息 那你可以到频道 就是hashtagLY这个频道来追踪 那今天大家也有点 觉得应该人没有这么多嘛 对不对 今天大松 我好处想就是有一些人在美国 所以看起来有些面孔你没有看到 例如说EPA或等等 所以在湾区 其实他们也蛮稳定的 在办湾区社群的聚会 那像这张照片是EPA拍摄 他们在Stanford里面的一个教室 叫黄仁勋大楼 借了一个空间 所以算OK 所以他们也是在凝聚他们的专案 像他们也就有一个专案说 要把一些比较新的台湾的书本 算是寄送到 或者是想办法把它放到 湾区这边的侨教学校 或者图书馆里面 否则里面就是金庸全集 比较古早一点的文学 但是有没有新的 例如说台湾意识的漫画 那这是他们有看到在地方想要来做的 那甚至他们也在整理 就是北加地区的议员议会的一些名单等等 所以对这些专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Second Valley这个频道里面 那也预告一下下一次的大宋 原则上是2月22或是2月23 时间还没有定 是因为我们预计会跟RiseCon 这个全球大会做一个 算是联动的合作 不然详细还是要以RiseCon这边为主 那RiseCon在台北原则上是明年 2025的2月24到2月27 那所以我们想说在它前一个周末 可以来办黑客松 那这次黑客松应该会跟一些 人权相关的组织 或议题做一个整合 那目前还在筹划中 但原则上就是那个周末 那我们自己中也有在评估 要不要在2月28的时候 再办一个交流 这个还在讨论中 因为听完了2月27 这整周的活动之后 或许也可以有个比较轻松一点 在228的下午 maybe来再交流一下 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先预留一下时间 就2月20的话 现在过完年了 蛮久 但是先booking一下 那我这个提案呢 其实主要是先请大家 就是来填一下会后问卷 那我们就是会收集大家 对于活动上 或整体的社群的一些参与经验 这样子 有分中文版跟英文版 那在活动结束 我这个part结束之前 就请大家可以帮忙填一下 那就是数字是错的 但是里面的专案是新的 是对的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很手动 每次都要在今天的某一个时间 赶快改 那如果太远扫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 就是今天的简报都有这些文件 就我们第一个提案 第一个成果报告的那个简报里面 都有这些连结 所以其实没有人计时 是不是 我看那个板子在那 好了 你剩一分钟的时候跟我讲 超过真的吗 好 最后我还会再秀出这张 不过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最重要的 大家自己的随身东西 上一次是用口头提醒 这一次就直接列给你看 拜托就是这些东西 要记得要看一下 好那我这个part 就先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请下一位 好下一位是Ronnie